想必大家对今年总台央视春晚上喀什分会场的精彩节目《记忆犹新》 那个叫《五月新疆》的节目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新疆形象 近年来 新疆各地的文旅持续火爆刷屏 不过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将带您追风逐日来一个新疆新能源的探索之旅 因为这对于新疆乃至全国的绿色发展 至关重要 作为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 新疆风 光 氢能等资源丰富 近年来 新疆持续加快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 推进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 重大水力项目和抽水蓄能项目建设 新能源发展实现了新突破 截止目前新疆电源总装机达到1.62亿千瓦 新电源装机容量803.8万千瓦 新疆利用得天独厚的风光优势发出源源不断的绿电 目前已建成两胶两直四条超高压外送通道 将电外送能力达到2500万千瓦 在新疆哈密的一处生产风电光伏装备的产业园区 数十个刚刚走下生产线的塔架正在被吊装上车 这些100多米的大家伙即将出口到中亚国家 塔架尺寸从4米到6米让这家企业车间大门 在几年间扩大了好几次 如果说分力发电机迎风处力排布大开大合 形成壮阔的场景 那么光伏发电站则体现出精密的一面 我手里拿的就是太阳能发电的最小的一个电池单元 电池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片非常的轻薄 上面密布了很多精密的线路 这样一个电池片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原材料就是这块 看上去有点普通的石头 它的学名叫做石英石矿石 依靠材料技术的突破 目前光伏电池的电能转化效率 已从15%提升到25%左右 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布局 也支撑起新疆绿电的生产与外送 2023年 我们通过绿电加绿震的方式 实现国家能源集团 在江的煤炭生产 电力 运输 化工等产业 所有用电达到了100%绿电消费 全覆盖 绿电交易规模约占新疆电网 年度绿电交易的总规模的45% 精火的状态